今天咱们开始讲新的一课 是左传的公之旗见假道 这篇课文是咱们整个历史文学里面一个难点 有同学可能说了 这个课文很短 才一页多一点 或者说是不到一页 如果去掉注释的话 本文的话还不到一页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难点 这个学习古汉语呢 据我的经验 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会觉得 虚词 很难懂 这个虚词很难掌握 这个 比现代汉语里边的意思 要丰富 现代汉语里的虚词 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解释 古汉语里的虚词 一般的都会有三四种解释 甚至有十几种 意象 所以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虚词比较难 难以掌握 但是实际上 虚词 根据咱们 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古汉语虚词通事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本 上面记录的虚词 已经相当全 只有七百多个 还不到八百个 所以这个 不到八百个的虚词 掌握起来 还不是 太困难的 只要是 你读古汉语读的多了 逐渐 也就掌握了 其实比虚词难以掌握的 就是第二个阶段 你过着这个虚词观 之后 你就会觉得诗词 难以掌握 这个感觉是很正确的 因为 刚才咱们说了 古汉语词 还不到八百个 诗词可是在太多了 那咱们往少了说 也得有四五千 如果加上冷屁字的话 那就很多了 你如果 再扩大视野 加上这个 甲骨文 金文 简博 那得有几万个汉字都不止 所以这个诗词 是第二个关口 诗词的掌握 要比虚词实际上要 更为艰难 因为它的数量 比虚词要大得多得多 刚才咱们说了 一个是八百 一个是好几万 这是 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咱们 没必要 把这几万个 诗词都记住 也没有人能够记得住 因为咱们真正在古汉语里常用的 也就是三四千个汉字 你真正能把这三四千个汉字掌握好了 那么读一般的古汉语 应该就 问题不大 在借助 咱们前面 给大家介绍的工具书 那么 很多古汉语的文章 就都可以读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为难情绪 你只要掌握三四千 而且这三四千呢 可以说咱们都见过 在现代汉语里都有 只是它的解释 有些不太一样 有些呢 用法可能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了 但在古汉语里 它是这种讲法 所以 这个 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 在学习古汉语 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么 过了这个诗词观 你又会感觉到 又有一个更 比诗词好像还要困难一些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 古代的典章制度 这个东西呢 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难呢 因为很多典章制度呢 现在都不存在 这样 你如果看到一个词 这几个汉字 你都认得 但是连起来 它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因为它在古代 它是一种典章制度 一种特殊的 用法 就像咱们给大家讲过 这个黄肠提凑 这几个字 谁都认得 但是把它搁在一起 它实际上表示的是一种 汉代的 丧葬制度 很高级的 丧葬制度 这种丧葬制度 以前咱们只在 书上看见 就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近年呢 有一些考古发现 考古发掘 发现了 这个黄肠提凑这种 丧葬制度的 实物 咱们才真正了解 这四个字 到底是什么含义 所以我说 这个第三个阶段 就是典章制度 这个可以说是更难的 那么咱们回调整文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 就是这公知机 讲假道呢 这篇课文 我为什么说它是难点 就因为里边 牵扯到一些 典章制度方面的问题 当然 这个咱们通过讲解 也就会 大家理解起来会很容易 所以 也不必紧张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这篇课文呢 是稍微难一点 咱们学习的时候呢 要更加 聚精会神 我讲的速度呢 也会稍微放慢一些 公知机械假道 这篇课文呢 说的是 鲁西宫五年 就是 公元前 六百五十五年 晋国国君 就是晋献宫 向余国 借道 征伐 国国 这个国国呢 在 先秦时期 还是 小有名气的 这么一个国家 这篇课文呢 就像秦时机械假道 这篇课文呢 就像秦时机械假道 说不要街道 这个晋国 渝国国国这三个国家呢 基本上好像是 排在一条线上 晋咱们大家都知道 就在现在山西 所以山西省呢简称晋 这个 渝国国国都在 晋国的南侧 南边 渝国正好在 晋国和 国国之间 所以 晋国要攻打 国国 那么渝国 就是必经的道路 他们三个国家基本上在一条 线上 渝国大夫 公知齐 再三的劝阻 这个渝国的君主 让他不要 街道 说这晋国啊 很危险 你街道之后啊 他灭了国国 下一个 就该把咱们也给灭了 但是呢 这个渝国的国君呢 非常固执 这个公知齐 从几个方面劝说他 用咱们今天话说 换几个角度 去劝说他 都没有产生效果 结果呢 这个公知齐呢 他就料定 这个晋国呢 肯定 在灭掉 国国之后 肯定要 把 渝国也灭掉 所以呢 他就 带领了全家 举足 逃亡 结果呢 不出他所料 这个渝国 就在街道之后 被这个晋国 给灭掉了 晋国呢 首先是灭掉了 国国 然后在回来的途中呢 他还要路过这个渝国 不但他不念 他这个揭露的好处 而且呢 是恩将仇报 把他也烧 烧在手 就给灭了 这个公知齐 见假道 这篇课文 记述的 就是这篇 就是这段史诗 而这篇课文 80%以上的篇幅 都用于 公知齐 怎么劝见 怎么见 见这个就是 劝说的意思 咱们在中学里 学过这个词 见 怎么劝说 这个君主 这个占了 就是他的一些说辞 占了 这篇课文的 80%以上 而叙事 占的分量很少 所以这也是 这篇课文的 一个特点 下面 我还是先把 这篇课文 给大家通读一遍 晋猴 副甲道 鱼鱼 以法国 公知齐 鉴曰 国鱼之表也 国王鱼必从之 静不可起 寇不可玩 一知未甚 其可在乎 厌所谓 厌所谓 俯车相依 淳王耻寒者 其于国之位也 公约 晋无宗也 其害我哉 对约 太薄于众 太王之招也 太薄不从 事已不四 国众国书 王继之墓也 唯文王卿事 勋在王室 藏于蒙府 将国事灭 何碍于鱼 且鱼能轻于 还庄乎 其爱之也 还庄之族何罪 而以为路 不为福乎 轻以宠福 由善害之 况以国乎 公约 无想思风节 神必拒我 对约 陈文志 鬼神非人实亲 唯德实义 故周书约 皇天无亲 唯德是福 又约 蜀记非心 明德为心 又约 明不义物 唯德义物 如是 则非得 明不和 神不详义 神所评议 将在得已 若尽取鱼 而明得 以见心香 神其兔之乎 福听 许尽使 公知其 以其足行 愿 于不赖 以在此行也 尽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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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意 东十二月 禀子朔 尽灭国 国公丑 奔经师 师环 管鱼鱼 遂 西鱼 灭之 这个就是 这篇课文的 全文 确实很短 但是非常精彩 咱们 逐字逐句的 看一下 晋猴 副甲道 欲 以法国 晋猴 刚才说了 就是 晋献公 他的名字叫 鬼猪 鬼祭的鬼 猪位的猪 鲁庄公 十八年的时候 就是 公元前 六九三年 他 继承 军位 鲁西公九年 族 就是 公元前 六五一年 他去世 在位二十六年 副甲道 就是 幼戒路 这个甲呢 在这就是 戒的意思 这个咱们 很熟悉 咱们想一下 成语 哪个成语里 有甲啊 是吧 就是 虎甲虎威 这个甲 就是戒的意思 所以 在古汉语里经常说 甲戒 甲戒字 这个甲和戒是同意 副甲道 这个副呢 就是再次 再次的揭露 鲁西公二年 晋国呢 曾经向 渝国 借道 征伐国国 灭 国国的 一个叫 夏阳的 这个地方 渝国呢 也是 激信国 和这个 周朝 是一样的 都是激信 他处在 今天 山西平路县 东北 也就是山西的 南部 晋国呢 是在 就是在山西的 中北部 国国呢 在这指的是 北国 他建都在 上阳 是现在的 河南 陕 陕 东南 所以是更 比这个 渝国 更靠南一些 公之旗 建约 公之旗 就劝说 这个 进军 渝国的 军王 劝劝他说 国 渝之表也 他说 国国 是渝国的 表 这个表呢 在这是 外围 屏障的意思 国国呢 是渝国的 屏障 国王 渝必从之 国国灭亡了 渝国呢 必 这个字太常见了 一般的 在古汉语里 都是当 一定 这样 在现代汉语 汉语里 也还是 中国必胜 中国一定会胜利 一定 一必从之 从就是跟随着 也会灭亡 禁不可起 寇不可玩 医治未慎 岂可在乎 禁不可起 这个起 指的是开启 在这呢 指的是 靖国的 野心 靖国的贪心 不能够 开启 也就是不能够 诱发 他的贪心 不能够为他的贪心 来制造条件 寇不可玩 这个玩呢 就是 同这个 咱们今天说的 玩耍的玩 它的意思是 轻视的意思 这个呢 在咱们成语里边 也可以找到 哪个 哪个成语里 有玩字呢 大家想一想 经常说 玩乎 指手 这个玩乎 就是这个 课文里 这个玩的意思 就是 轻视 忽略 的意思 所以在这儿呢 给大家提示一种 古汉语 学习古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通过成语 来学习古汉语 这个 咱们好像前两节课也说过 再重复一下 就成语呢 它是 现代汉语里边的 可以说是活化石 就像熊猫一样 为什么说它是活化石 因为它 是带着两三千年前的 这个 古汉语的意思 一直 延续到了 现代汉语里边 咱们也说过 这个成语呢 它基本上都是在 先秦两汉时期 绝大部分都是在先秦两汉时期 形成的 所以 通过成语 就可以了解 这个词 在古汉语里边 两千年以前 先秦两汉时期 它的用法是什么 就像这个玩乎之手 这个玩 就是咱们课文里这个玩的意思 就是轻视 忽略的意思 这个扣呢 指的是外扣 外扣不可轻视 一知未甚 岂可在乎 一知未甚 甚 在这是过分的意思 一 就是一次 未 在这是 是的意思 一次 就是 就已经是过分了 所以 这句 这个一知未甚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之字 在这只是一个称词 没有实际的意思 但是呢 咱们也可以理解为 它有一种加强语气的意思 这个咱们念的时候 就很有感觉 你如果说一未甚 这就显得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如果你说一知未甚 哎 这个四个字啊 念起来又有节奏感 而且语气 显然增强了 嗯 这个一知未甚呢 就指的 这个 鲁锡公二年 余国已经 借过一次 到给金国 法国国 一次 已经是 太过分了 就是 按照公知其的意思 一次都不应该借 你已经借了一次了 这已经是 已经是过分了 其可在乎 这个其 就相当于 其有词里的其 就是难道 在 这个在呢 咱们又可以 用成语 一而在 在而三 这个一而在 在而三 这个在 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二的意思 一而在 在而三 就是一而二 二而三 所以在 在古韩语里边 往往就是 二的意思 其可在乎 难道还可以 有第二次吗 这个在 是第二次 燕所谓 俯车相依 淳亡齿寒者 其余国之位 燕 这个 咱们现在也还说 燕语 燕就是 但是在这儿 这个燕可以理解为 流传于民间的 含义深刻的 固定语句 燕所谓 所谓 这个咱们现在 汉语里还有 所谓什么 就是所说的 俯车相依 淳亡齿寒者 淳亡齿寒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成语 这个成语的出处 就是在这个 左传的这个地方 俯车相依 咱们上节课 学了六书 那么大家看 这个俯字是 按照六书来说的话 它是属于哪一类字呢 就是汉字的造字法里边 它属于哪一类呢 很显然 这个字是很典型的 行生字 它的左半部分 是车 是行辅 右半部分 是辅 是升辅 所以这个字呢 读音还是辅 辅车相依 那么它的部首 就是咱们说的 它的行符 是车 所以这个字 它最早的意思 应该是和车 有关系的 但是由于它不是 象形字 所以咱们从字形上 看不出来 它是指车的哪一部分 当然这个车是指古代的 三千年以前的 这个车 咱们想一下 秦神王兵马俑 往里边出的那个车 那比那个还要 早差不多 将近一千年 好几百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车 很古老的车 所以这个辅车相依 它下面又说到车 所以这个辅呢 肯定是和车有关系的 相依 就是互相依赖 所以朱熹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 他的解释是 他认为这个辅字呢 在这就指车厢两旁的板 就是车厢板 这个车厢板呢 咱们在现在的这个卡车上 还可以看到 所有的卡车 现在的这个卡车 它后边呢 都有一个可以打开的 前面的是这个 司机的驾驶座那边 一般的是固定的 那三面都是可以打开的 那个就叫车厢板 那么这说的是汽车 实际上古代的 这个最早的这个车呢 恐怕也是和这个相似的 因为我在农村的插过队 插过队的 他这个用的马车 这个马车呢 就是整个呢 他这个马拉拉的车呢 他整个除了两轱轱 上面的就是一个很平的平板 上面没有 本身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所以你用马车 你如果拉人 或者拉这个很大的石头块 这都没问题 你可以拉几十里地 它也不会掉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你拉的是黄豆 或者是玉米 你像我插的那地方 就是黑龙江 它那地方就是 盛产黄豆跟玉米 你如果用这种 只有一个平板 去拉黄豆 或者拉玉米 那你从地里边 拉到家的时候 恐怕一个都剩不下了 它这路 农村的路很垫 早给你垫没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必须 在它这个平板的基础上 用四块板子 把它沿着这个底下 在这个车底板 围成一个四块 然后用绳的把它拴住 这样你在往里边 甭管装什么 你这装沙子 装黄豆 装老玉米 它都不会 这个只要你装的不是太满 它都不会外溢了 这个呢 就叫车厢板 我想这个 朱熹所说的 这个古代的车厢板 应该和现在的这个 农村的这个是相近的 那么 这个辅车相依 你看呢 这个车厢板呢 它和这个车呢 它是互相依存 他们两个呢 缺一不可 你如果就是说 拉黄豆 或者拉这种 很容易洒落的这些东西 沙子 那么你光有车 也不行 光有车厢板 也没用 必须跟两个 在一起 互相依存 互相支持 这样它才能够 共同的达到一个目的 所以叫俯车相依 这个呢 是很合适的 但是呢 这个 左传从问世以后呢 这个很著名的一个 为他注视的人呢 叫杜玉 杜玉 杜玉 他注作战的时候呢 他说呢 这辅呢 是指这个 夹辅 就是 这人的 这夹呢 就是面夹 辅呢 它是指的 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好像塞帮子的意思 然后车 指的是牙车 就是牙床 他认为是 辅是塞帮子 那个车呢 是 牙床 这个呢 从布手上来看 所以咱们上回学的六书 我刚才说很重要 这就完全用手了 如果你从六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那么 车 它本身 从甲骨文来看 那就是这车 这个 咱们现在写的中间一个田字 它在甲骨文里就是一个车轱轱 就是一个原型车骨文 它本身就是 就是车 辅 它的部手又是车 所以这个辅车 应该是和车有关系 所以我赞同朱熙的 这种助法 而不赞同 虽然杜毅 这个离左转 比朱熙要近得多 但是他这个 他大部分注视 也都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这个注视 很难赞同 因为他说的是这个 人面部的东西了 那和这个车 就离得太远 从他这个 自行来分析的话 还是应该 以这个朱熙的注视 更为贴近 这个字的本意 这次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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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